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在今年的参选新秀中 一名白人球员拥有很高的人气 他身高6尺8寸203公分 实力出众,而且性格讨喜 十二很有担当,十二又有点逗逼 他就是来自于堪萨斯大学的风味摇摆人 选秀热门,真男人Grady Dick Dick2003年11月出生于堪萨斯州的一个六口之家 他在家中排行老四 和今年的不少参选新秀一样 Dick的家族也有运动传统 他的母亲年轻时曾在爱荷华州立大学打球 毕业后还在海外打了一年的职业 而Dick的父亲则曾效力于堪萨斯大学的棒球和橄榄球队 Dick从小跟着他的母亲一起训练,打球 同时也常常和比他大好几岁的哥哥姐姐单挑 因为当时身材瘦小 所以得分手段必须要选择远头 这就为其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射手 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而Dick的母亲则是一名内线球员 他传授给Dick很多内线技巧 包括各种脚步和篮下动作 在Dick七岁时,他的母亲被检查出身患直肠癌 但这个时候Dick身为家中老妖 却表现得非常懂事 他主动承担起了不少家务 让他的母亲感到欣慰 或者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我认为那件事让Dick变得成熟懂事了 他开始知道生活中的一切都来之不易 Dick的高一高二赛季就读于威奇托大学预备学校 花了两年时间成为校队先发 高二赛季场址可以得到20分 并帮助球队打入了周季后赛 到了Dick的高三赛季 他转学到了篮球名校,日出基督学院 和一众顶尖球员成为队友 其中便包括Kennedy Chandler和Kender Brown 在刚刚转学的那段日子里 他每天和两位高四球员泡在一起训练 将Dick各方面快速得到了成长 在Dick高中赛季的最后一年 他在这所名校场均可以得到18.3分,5.2篮板 投篮命中率有51.3% 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6.7% 已经成为了全美最强的射手之一 赛季后Dick不仅入选了 麦当劳全明星赛和耐克巅峰赛 还当选堪萨斯州加德勒年著最佳球员 此时他在四大局媒体上 都是当之无愧的五星高中生 在ESPN可以排在同届第14位 而Dick也早就承诺高中毕业后会加盟 其父亲的母校堪萨斯大选 在堪萨斯的大一赛季 球队教练希望Dick可以填补 斯文野兽Ochiabaji离开留下的空缺 而Dick也确实是所有大一球员中 最早进入状态的 并很好的完成了任务 本赛季Dick为堪萨斯出展36场比赛 全部先发 场均砍下14.1分 5.1篮板 1.7助攻 1.4抢断 投篮命中率44.2 3分球命中率40.3 罚球命中率高达85.4 被认为是本届最好的射手之一 同时球伤优秀 身手比较全面 而且防守端的实力也远超人们的预期 他是对中防守效率值第二高的 靠着这样的表现 Dick帮助堪萨斯拿到了大十二联盟常规赛冠军 并杀入了疯狂三月 在打出了这样一个出彩的赛季之后 Dick于疯狂三月结束之后 就很快官宣要投入今年的NV选秀 著名选秀网站为他的投篮打了9分 运动能力 体型 防守 领导力 极战力 潜力 和无形价值打8分 对抗 速度 控球 和传球 则为7分 认为Dick是一名非常有信心的射手 身材打二号位的话也很占优势 而他未来增重之后 在攻防两端给对手的压迫感则会更强 球场作用方面 Dick能打持球也可以打无球 除了得分之外 篮板和出球也不错 伸手在大学层级显得比较全面 而弱点方面则是动态天赋一般 没有出色的爆发力和速度 臂展则在防守时比较吃亏 至于身体还需要变得更加强壮 以适应升级后的对抗 此网站将Dick的选秀模板定为海武德 认为他有机会冲击今天选秀大会的前十顺位 除了球场上之外 场下的Dick也非常活泼 全网拥有35万粉丝 常常会发布一些搞怪的逗逼视频 很多小球迷也很喜欢Grady Dick 至于商业价值方面 他也受到了品牌方的青睐 在大学期间就签约了Adidas 同时签约的还有独币杜兰特 汉塞尔以曼纽 总之 真男人Grady Dick是一名 场上场下都很有实力的球员 期待见证他进入NBA后 打出自己的一帆天地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下一期球员故事的主角 可能不是冲击乐透区的选秀球员 而是来自于优赛A的得分后卫 阿门贝利 我们下期再见